第五位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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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师父 我是你的大徒弟梁坤啊 梁坤呢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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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师父 师父 会不会师父已经遇到了中村 日本人的手段极其的残忍 说不定师父现在 不行 我要见人 死要见诗 大师兄 大师兄 找到师父梁坤 没有啊 都跑到中环那边了都没找到 怎么样 找到师父没有 我天天 我是爹 别咽咽咽的 说找到了没有 我爹呀 算了你不用说了啊 找到了你就点头 没找到就摇头 我没找到 听你把话说完 可能我已经回广州找到师父了 你现在很厉害嘛 这么厉害 怎么没见到你找到师父啊 死胖子 那你现在是怪我啊 你要是尽力了 你怎么找不到师父啊 死废柴 我废柴 那你是什么 我起码是便利聪 我被你耐烧的柴呀 死废柴 你总是欺负我 保持你上上下下 就是你喜欢欺负我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欺负你欺负谁啊 怎么不见你欺负阿齐阿佳 你就欺负我啊 我打不过阿齐 没有阿佳有钱 我不欺负你欺负谁啊 那你现在放我没钱是不是 对呀 欺负 钱我是没有 但你说的打架 我未必输给你 来呀 动手啊 好啊 我就用一招黑虎透心 掏出你的心肝 黑虎透心 你真多啊 我就换你一招猴子的疼头 我这么下流啊 还好我有一招 破釜沉舟 老要给你骗了 阿卉 别吵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师父 大师兄 大师兄 怎么了 还没找到 不过我已经突然四处打听了 应该很快就有师父的消息了 好 现在我们打架 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能把消息传出去 否则让中村他们的人知道 会很麻烦的 好了 既然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我们先会保持林保 说不定师父已经回去了 是啊 也许师公已经从广州回来了 对呀 走吧 好 还偷偷 好 好了 不可心 你 打 来 走了 快 老啊 全都走光了 走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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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的皮肤不用受罪了 安全起见 还是先把面具戴上 谁能忍出我 我请他吃包子 谁能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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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请他吃包子 我请你 小心 在下黄其英 不知阁下是哪路英雄 我是时间不是英雄 更加不是黄飞鸿 怎么 你认识黄飞鸿吗 我认识时间 不认识黄飞鸿 我就是时间 那你能不能认识我 让开吧 应是气自然了 此人好像 懂得弘权的功法 而且身法又这么熟悉 究竟是什么人呢 这一切就是天意呀 如果施工能早来几个小时呢 或许能治治师傅 要是我的伤 能早一点痊愈 能早一点到香港 也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 算了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没有必要自责 师公 或许就像刚才阿荣说的那样 命运要捉弄我们 我们也没办法 对呀 阿荣 你刚才最后一句话说的什么 一切就像是天意 不是这句 是下语句 我说师公要是能早来几个小时 或许能治治师傅 就是这句 这么说 你们的师傅是几个小时前 刚刚走的 是 大概也就是三个小时之前吧 怎么了 师公 师公 不错 刚才那招作骂陈乔武 就是飞鸿惯用的恶护秦阳儿 师公 你在说什么 难道那个人就是师父 夫人 刚才我们在街上遇到的那个疯子 他就是飞鸿了 就 这 师婆 后来怎么样 快追呀 到 皆双 来来来 来来来 渔虎 渔虎 师公 虎 渔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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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哪贴 ? 渔虎 csmm 渔虎 你昨天hof 对了apan人呢 渔虎 渔虎 师父 师父 飞红 这么高的 没见过 没见过 飞红 师父 飞红 七云 我想起来了 刚才飞红说自己是时尖 他会不会忘记自己是飞红啊 这样吧 我们叫他时尖 看他能不能出来叫他时尖 好啊 好啊 我们喊时尖 叫时尖 叫时尖 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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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公 怎么办啊 我想飞红虽然失去了记忆 时尖 但他并没有忘掉武功 我相信 他还是能够保护自己的 只是 只是什么呀 时公 只是遇到真正的高手 恐怕他未必应付得了啊 这一点呢 师公你可以放心啊 那个中村已经让我们下户走了 武田秀医这个武痴呢 还有几分武德 我相信他不会趁人之危的 可是 你们还忘了一个人 裘千丈 裘千丈 没错 就是那个裘千丈 这裘千丈要杀飞红的心 比钢铁还坚韧 如果让他遇到了飞红 可就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师公 那怎么办 阿奎 你可知道 飞红和裘千丈比武的地方 知道 那就快带我去啊 好 齐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在广州治病多年 也曾经看到一些 头部经过撞击 失去记忆的人 他们这些病人 对近期发生的事情 还有可能回忆起那部分 我想飞红 还有可能去了 当日比武馆的地方 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走吧 嗯 阿阿 你带着阿荣阿苏 先回宝之灵 看看飞红有没有回去 阿家和阿琪 你们继续找 是 师公 阿怀 我们走 好 走 师公 就是前面 当日师父就是在那儿 和武天秀医 还有裘千丈决斗的 好 当日的决斗 一定是精心动魄啊 没错 两大高手决斗 现场非常的惨悦 裘千丈的铁头弓 确实了得 除了他 别人不会有 这样大的力气 裘千丈带着强烈复仇的心 裘千丈带着强烈复仇的心 他的武功 已经到达了巅峰 简直是 无奸不摧啊 师公 我看裘千丈的报仇之心 比他的武功更可怕 嗯 不错 所以我们要尽快地找到飞红 如果飞红现在遇到裘千丈 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 我们两个分头去找 一个小时以后 在这里会合 好 师父 时间 时间 飞红 要被人诊伤 看来此人功不低啊 要带人被人吃了 一定有人在附近 那些人 有 你出来吧 没有必要躲躲藏藏的 我知道你在这里 我还知道你受了伤 出来让我帮你疗伤吧 废话少说 既然被你发现了 要杀要剐 西庭尊便 你伤得很重 是非红把你打伤的罢了 要不 你把黄非红也叫出来 你们父子俩把我给分尸了 成王败寇 我求签证 绝不会皱半分眉头 我不会杀你 更不会把非红找来 我看你的伤很重 你需要治疗 还是我来帮你疗伤吧 来 我给你看看 既既然 别逞强了 你受了重伤 这是我宝质里的爹大丸 我不想受你的恩惠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九仙招没赌过什么书 但也不上你的当 如果我今天受你的恩惠 那我与黄非红的仇 还能报吗 我现在不受你的恩惠 那我弃儿内笔账 便可一清二楚 老夫帮你 老夫帮你绝对是出于一片好心 我也不是不想 给你机会找非红报仇 你的目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不欠你的 只要我一天没死 我还是会找黄非红报仇 师公 你在哪儿啊 你还带了帮手 杀我更容易了吧 九仙长 你走吧 我黄七英 不是一个成人之危的人 而且你与非红的恩怨 我也会给你们一个了结的机会 黄七英果然是光明磊落之人 但我也绝不会因此对你感激半分的 韩元 问 为什么呀为什么 干什么 大头佛借我玩一会儿吧 什么时候还给我 玩完了就还给你了 那你把馒头借给我好不好 什么时候还给我 我吃完就还给你啊 你傻啊 还是耍我 吃完完怎么还给我 那你拿着我的大头佛 就不用还给我了 不行 大头佛那么脏 我馒头还是新鲜的 那你把馒头弄脏了以后 我们再换不就公饼了吗 够脏了吧 差不多了 大头佛拿来 嗯 馒头自己剪啊 谢谢啊 我走了 好 赶回家了 回来啦 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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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踩的跟街上 我用这个好 我也得回家啊 回家在哪里啊 姐姐呢 姐姐在教堂 教堂又在哪里啊 让人问问 大叔啊 你就管你 你教堂是在哪里啊 教堂啊 你是说那个 给人一枕的那个教堂 应该是吧 教堂啊 在上环 这儿啊 是炮台山 好 炮台山 要去那儿啊 还要坐很远的路哎 那怎么办啊 怎么去啊 他们几个是去上环工作的 你可以跟他们走 不是太好了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好臭啊 好像是臭豆腐啊 不一定是买臭豆腐的车吧 给你 谢谢方医生 去外面拿药吧 小姐 喝茶 你看你啊 抱得那么紧啊 真夸张啊 小姐 你不知道 那肺结核是会传染的 当然要小心点了 阿珍啊 你充的茶啊 永远都是最好喝的 小姐 你都还没有喝啊 嗯 是吗 小姐 你是不是挂念着那个时间呢 你又知道 小姐 你这么担心她 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 不会啊 我只不过是 站在医生的立场 关心病人的病情而已 真的就这么简单 没那么复杂 你的茶凉了 拿回去换吧 北京啊 我是不相信你的 下一位病人 谢谢 你哪里不舒服 怎么回事啊 小姐 停电了 怎么会这么巧呢 没关系了 你哪里不舒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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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脏不舒服 帮我看一下 好啊 你的心脏不舒服啊 怎么会没有轻跳啊 不是没有 只是慢得几乎停掉了 你是什么人啊 对啊 时间 我隐约记得 以前有人教过我一种功夫 叫做归膝功 简称归功 可以将心跳减到最慢 以便可以节省很多的体力 我昨天因为找你找了整晚 所以什么都没有吃过喝过 就没有了体力 不用归功不行的 不行你停掉啊 嗯 不是啊 现在又跳得好快啊 当然了 每次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的心脏跳得都很快 如果你摸我一下 我跳得更快啊 嗯 是啊 你的脸真的很热 你的手更加热 姐姐 你的脸好红哦 又有电了 是啊 嗯 阿姐不是把你送回保质林了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以后都不要回去了 一帮坏人 他们怎么对你啊 他们用真刺我 黄飞红虐待你啊 个个都虐待我 轮着虐待我 这么变态啊 总之我以后都不回保质林了 我要永远住在教会 以后都不见黄飞红 我一直跟着你 行不行啊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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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你说什么都行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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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为定啊 哎呀 哎呀 洗个澡不至于那么久啊 看来小姐惦记着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呢又比小姐你惦记着她 更惦记着小姐你 好啊 你的话怎么越来越多了 小姐 你真的准备把那个什么尖尖 带回周家去吗 现在除了这样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难道真的要把她弃在街头吗 可是周家现在越来越多风雨 那个尖尖这里又傻出傻脑的 我怕你干妈是不会容许你收留她的 可是干舅舅人那么好 相信她会答应的 搞定 你洗干净了 何止是干净啊 还是很很很很很干净 干净倒可以用来当镜子 你洗得很很很很很干净 怎么还是那么臭啊 不是 再洗再洗再洗 哎呦 算了算了算了 再洗就没有时间了 带她回去找些花露水啊 从头喷到脚就不会臭了 妈 干嘛把厕所洗这么干净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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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珍啊 嗯 你有没有发觉很奇怪啊 我们一路进来都没有看见其他人啊 对啊 小姐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难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我出去看一下阿珍 知道了小姐 喂 石剑啊 嗯 你就在这儿和爆牙真姐姐玩一会儿了 啊 她呀 我真的很怕这个爆牙怪 我怕她把我吃掉啊 哼 你儿子 我才不要吃你呢 说什么啊你 哎 别玩了 石剑 我带你来呢 没有得到这里主人的同意 如果你不想被别人赶走 不想以后见不到我 就乖乖地待在这房间里边 别被人看见 知不知道 知道 阿珍看着她 嗯 嗯 再见小姐 要不小姐吩咐 我才不愿意一个人对着你 哇 好臭啊 我告诉你啊 你坐在这儿别动 我去拿些花露水帮你喷一喷 听见没有 啊 人呢 干嘛 这话 甘舅舅没事吧 你知道了 我回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人觉得好奇怪啊 刚才外面的下人告诉我说 甘舅舅心脏病发作晕倒了 怎么样 医生有没有来过 哦 医生刚才来过了 是爹今天忘了吃降血压的药 只要吃了药 再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既然医生都这么说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不过人年纪大了 自然有好多毛病 也没有办法 要多注意点 嗯 依我看呢 不是没有办法 只是有人不想让大哥好而已 姑母 你想说什么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那个所谓的儿子和妻子 明知道父亲有病 也不提醒父亲吃药 最终把老爸弄死了 你说这个做父亲的 死得多冤枉啊 姑母 你 你啊 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 就要好好记住 要对大哥好一点 以后要提醒大哥吃药 不要老是记着 怎么在大哥身上捡便宜 要不然 我也可以叫季祖 每天负责提醒大哥吃药 反正 他也是他的儿子 姑母你这话什么意思 阿宽 阿宽 话说回来 要是记荣还活着 便万万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说起记荣啊 我真的很想他 真想让他回来 看一眼他 在载着 看一眼里 对 尹日本小姐 我闻到一股臭味 是有点臭 不过这是前两天下雨的时候 河水长了起来出来的味道 或许是吧 没事 干妈没什么大碍了 你不用担心了 不如这样 你回去照顾你爹吧 好 那我先走了 阿宽 不好意思啊 干妈就那个脾气 她想到什么就会说 一点不会顾别人的感受 你别放在心上 没关系 我和我娘既然决定回来 就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肯定也会有难过的时候 不过 只要大家相互了解了以后 我相信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真是大量 没有啊 关键是师父教导永芳 你师父是黄飞鸿 你和他真的很不一样 你比他好多了 那绝对不会啊 师父可是一等一的人品啊 真的吗 是不是他对你比对别人好啊 不会啊 师父不管对什么人都是一样的 是吗 要那样他就不会让你的师兄弟 算了 我不说了 对我师兄弟 方小姐 你是在外面 听到了一切什么吧 总之呢 人不可以貌相 你以后要小心一点你师父 我对我师父呢 只有敬意 没有半点怀疑 可能是因为方小姐 太不了解我师父了 这样 如果以后有机会呢 我可以把我师父介绍给方小姐认识 我相信到时候 你就会知道我师父的为人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说 算了不说了 我就不打扰你照看姑母了 再见 再见 我妈怎么了 干妈刚才受到了惊吓 晕倒了 休息会就没事了 受到什么惊吓 她说她看到纪荣了 有这么奇怪的事 就是啊 当时所有人都没有看到 就干妈自己说她看到了 所以我怀疑干妈出现了幻觉 也难怪 我妈非常疼爱纪荣 一直把她当先生儿子一样 纪荣死后 由于非常想念她 一时出现幻觉 也不足为期 我也是那么想 今天晚上在外面谈生意 回来太晚了 想不到丁和妈 进出这样的状况 看来以后得早点回家 妈 妈 不关我的事 不是我害的 妈 不是我害的 我是纪组啊 妈 纪组 妈 纪组 不好了 纪荣回来报仇了 妈 纪荣 她报仇来了 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看 纪画他们都来看你来了 纪画 纪画 对呀 纪画 你看 纪画 由你晕倒开始 我一直守在这里 你一向都这么孝顺我 干妈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报仇啊 纪画 其实我妈呢 就是被吓着了 她常常说 纪荣死得很惨 她的鬼魂呢 依恋着人世间 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要完成 所以 不是什么报仇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现在太晚了 你们回去休息吧 我照顾我妈就可以了 对 这儿有祭族在就可以了 你不用担心干妈了 那好啊 干妈 你先休息啊 我回去了 我是真的看见纪荣了 我才不相信什么鬼魂呢 是你自己疑心深暗鬼罢了 希望是吧 希望是吧 妈 算我求你行不行 以后别再胡说了 要是再被那些人听见 我们俩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知道了 什么鬼魂呢 小姐 糟糕了 小姐 又有什么事啊 那个尖尖又不见了 我不是叫你看着她吗 怎么会不见了 每一次做错事啊 你就会想些古灵精怪的方法 来为自己解脱 这是我少爷 这是我少爷 静 姐姐 姐姐姐是我 是我 时间啊 时间 你干吗穿成这个样子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好臭啊 我 我告诉你啊 你坐在这儿 别动 我去拿点花肉水 给你喷一喷 听见没有 你以为我很想对着你吗 看见你对爆牙啊 这些黄胆水都会吐出来的 干吗这么大一个地方 都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呀 人去哪儿了 糟了 有人 姐姐说了 不要让人看到的 Gib back 姑奶奶需要热水和毛巾 赶快去准备 吃了药爷吗 知道吗 知道了 啪 知道了 挺帅的嘛 真可惜 这么帅的衣服 让我穿就更好看 真的很漂亮啊 既然医生这么说 应该没什么大碍啊 不过人年纪大了 自然会有好多毛病 也没有办法 你多注意点吧 是姐姐的声音啊 她在这里干什么 话说回来 要是纪荣还活着 便万万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说起纪荣啊 我还真的很想她 真想让她回来 看一眼她 纪 纪 纪荣来了 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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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啊 什么事啊 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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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啊 糟了 被发现了 或许是吧 糟了 如果被警察知道 被人发现了 那儿就死定了 快走吧 绝 纪荣 你生我的气啊 我不是生你的气 我在想事情 那你自己想吧 我很困了 我去睡觉 好 季荣 季荣 四十五 三小姐 早安 时间呢 哦單元醒呢 睡得比猪還要香 那就好 小姐 你又没有打算 把这件事情告诉干妈呀 这件事啊 我打算暂时不和干妈说 为什么呀 小姐 你想想 如果他们知道今天在这里 肯定会怪你 忽然带人进来的 总之啊 你不要问那么多了 这件事你迟些就会明白了 对了 今天我要出去 你帮我看紧时间 不要让他到处乱走 我会先为他几盒安眠药 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说了让你别问 还问呢 照我的话做 知道吗 小姐这正在搞什么鬼呀 小姐 你先请再谈啊 大学的 来 好 숙龙 终致死亡 难道说纪荣哥 真的是慢性中毒而死亡 那么下毒的人会是 纪左啊 不好了 纪荣要回来报仇了 难道真的是纪左干嘛做的 时间 快点上来 快点 这小楼啊 是纪荣生前的书房 就算有那种军风 一看啊 朱家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啊 不一定就是若不禁风 纪荣的死啊 很有问题 小姐 你还是认为纪荣少爷是被人害 害死的 哇 好多书啊 小声一点啊 小心隔枪有耳 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所以为了避免打草精神 以后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一点 知道了 小姐 可是 你打算把它藏在这儿吗 当然了 你真的不怕被纪杀的人发现吗 就是在这里啊 才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小姐 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听干妈说过 干舅舅是因为太想念纪荣 所以平时不允许任何人进书房的 也不允许任何人动这里的摆设 要保持这里的圆貌 平时呢 下人只是偶尔打扫一下 绝不会有其他人的 所以时间在这里啊是最安全的 我还是不应该 是跟我调查纪荣的死有关 详细情况我暂时不能告诉你了 我真的想什么都不知道 最好什么都不懂 总之呢 由今天开始 她的一切事情都由你来管 每天送饭送水给她 不要让她出去玩 更不允许任何人看到她 总之呢 有什么事情都为你试问 时间由这一刻开始呢 是一个好关键的人 知道了 你今天在看什么呀 哦 为什么图二冬女人有的东西 包衙姐姐你都没有啊 真的啊 我看看 这个色鬼 这个 我打死你 你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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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别闹了 我看看 我看看 你看 只是西洋一些裸体名画 是艺术啊 不是什么色情啊 哪 石医生 呃 由今天开始 你要暂时住在这里 没有我的同意呢 你不可以出去玩的 闷死我了 你不听姐姐的话了吗 那姐姐不要你了 你呢 不这样 我这就感危险我 但是很有效你知道吗 那你记住了 小姐话 不可以出去的 谁叫啊 记住了 知道吗 有人就躲起来嘛 小姐我明明都有 她说我没有 有人就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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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人就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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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我好像对这个人很熟悉顺的 他跳动我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6 K 好 好 去吧 怎么好像有人在你身后 跟我爽同一道拳 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你 你干什么 爹 对不起啊 爹 搞什么呀你 爹 没打扰你吧 没有 差点把我吓死 对不起啊 爹 我看你啊 是练拳练昏了头 连爹都想打呀 爹 不是 我还以为您是刚才那个人 所以我 刚才那个人 谁啊 爹 刚才我练功的时候 有一个人战斗身后 和我打同样的拳 我以为您就是他 你这个人 这里除了你和我 根本就没有第三个人 我看啊 你是练武练得走火入魔了 你到我书房来说吧 爹 您是要我跟您学做生意 不再回宝志林了 不错 自从那天 我心脏病发晕倒之后 我就里里外外的想了一遍 不错 假如有一天我再次晕倒 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 不会的 爹 您一定可以长命百岁的 爹也想长命百岁呀 可是爹是人 既然是人就难免会死去的 爹不怕死 人生呢 本来就难免一死 爹怕的是 周家辛辛苦苦 争下的这份家业 或许由于我都不在了 会搞得一败涂地 甚至还会落入他人之手 爹 我明白了 您让我跟您学做生意 是想将来把这份家产都留给我 对 如果纪荣在的话 爹这盘生意 完全可以交给纪荣来打理 可是纪荣命薄 幸亏啊 我及时地找到了你们母子俩 爹的这盘生意顺理成章的 就应该由你来继承了 可是爹 我不我不懂做生意啊 爹知道你不懂 所以趁爹现在还有精神的时候 尽早好好地教会你经营之道 等有着一日爹不能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掌管爹的这盘生意了嘛 爹 其实 我不是那 不是那么喜欢做生意的 那你喜欢做什么呀 我喜欢练武术 喜欢跟师父 还有师弟们在一起 谈天说地 喜欢跟着师父行医 孩子 人生有很多阶段 你过去的生活已经过去了 从今天起呢 你要开始你人生新的阶段 你要学会做人上人 这以后啊 你少去保之林 就留在家里 跟我学习做生意吧 阿宽 阿宽 娘 今天的事 你爹都跟我说了 娘 你是过来替我爹劝我的吧 娘 你说要是我爹不理解我 我明白 可是我是您从小一手带大的 我的脾气性格 您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我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啊 娘当然了解你 你从小好动不爱读书 娘也没逼过你呀 娘还求黄师傅收你为徒 让你自己干自己喜欢的事 可是有些时候啊 人不能太自私 要从别人的立场上去想 娘 你试着把自己换成师弟 娘 当你的最后一个心愿 是要把生意交给自己的儿子 可你的儿子却一口拒绝 你是什么感受 不要以为 是你爹逼你干不喜欢干的事 你就当是为了完成一位老人家的心愿好吗 好 好了 娘该说的都说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难道真的要我放弃 我最喜欢的武术吗 难道真的要我放弃 我最喜欢的武术吗 刚炸好海香热爽脆很好吃的啊 请知识人间极品 来 怎么了 还在烦你爹让你做生意的事情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真的想听我的意见 如果换了是你 你会怎么做 我会听爹的话 跟他学做生意咯 和你做生意咯 你听不清 我可以帮你